一部《你好李焕央》真是让张小斐体验了一把什么叫大红大紫的感觉 虽然在剧中扮演的是贾良的母亲李焕央 但现实生活中张小斐也成了很多人的母亲 不论是机场街机还是电影的应援工作 有很多网友粉丝见了张小斐 第一句话开口喊的都是妈 当然对于粉丝的做法张小斐自己也是有些无奈了 毕竟他今年也不过是35岁至今未婚 喊个姐姐还行喊妈真是无法接受 连他本人都说一直被别人叫妈妈感觉自己太老了点 只不过也许这就是成名的代价吧 谁要你演贾良的母亲爆火了呢 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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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